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10014集 看着眼前 眉心 微微皱起的男子 凤九儿伸手戳了一下他的眉心 怎么 这么简单的条件都做不到吗 做不到 别想娶我 凤九儿冷冷一哼 转身又要离开 第五牙随手一捞 将他禁锢在自己眼前 为何因为你的缘故不能生小孩 凤九儿对上男子一脸疑惑的目光 眉心轻轻皱起 九皇叔 难道你不知道 有些夫妻在一起 是不能生小孩的吗 不知 乌鸦摇摇头 凤九儿挠了挠脑袋 不敢怀疑他的话 不能生小孩 有很多种情况 反正我现在跟你说 你也不会明白 而 你说 我明白 第五牙打断了凤九儿的话 凤九儿看着他 突然有点说不出话来 不见小丫头作声 第五牙轻声说道 玉京风只是说有的男子没有能力 我有 听了第五牙的话 凤九儿的脸刷得一声红了 他捂着唇没让自己笑出来 谁说他的九皇叔不可爱 现在就很可爱呀 只是大家没机会见识而已 凤九儿放开捂着唇的手 轻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啊 我 第五牙突然站起 居高临下地看着怀中的女子 解释不了 唯有证明 凤九儿拉着他的掌 将他押回到座椅上 哎 坐下 站这么高与我说话 我脖子不累啊 最重要的是 他真的担心 他要将自己的话付出行动 第五牙坐回到椅子上 依旧牵着凤九儿的手不放 凤九儿扫他一眼 浅叹了一口气 很多时候 不是说男子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是为何 第五牙一脸认真的问道 凤九儿抿了抿唇 在他的跟前坐下 有时候 他会觉得 与九皇叔说话挺累的 特别是认真起来的九皇叔 很难伺候 第五牙顺势将他搂在怀里 再次问道 那是为何 你说 我都懂 我也解释不了 反正两个人在一起 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有后 但我也说过了 若是我的问题 你修了我便好 再找一个 我不会 第五牙低头 将脑袋贴近小丫头的脑袋 不管如何 此生只有你一个人 凤九儿侧头之时 差点吻上男子的唇 他往后一靠 两人之间才腾出了一点点空隙 九皇叔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 越来越轻挑了 你别忘了 你是太子 很快就会成为皇帝 后宫三千变一人 我都不敢想象 可惜现在 我骑虎难下 要不然 我还真的需要慎重考虑 要不要上这一趟车 尽管上 第五牙浅浅一笑 脸上的疲惫全消 我不会叫你失望的 男子炙热的鼻子 打在自己的脸上 凤九儿猛地反应过来 站起 九皇叔 时间不早了 早点沐浴休息 如何 第五牙点点头 视线在凤九儿脸上离开 凤九儿没再理会 转身小跑离开 男人长太帅 真的是祸害 在刚才之前 凤九儿还没想起 这家伙是太子 将来是皇上 嫁给皇上的女子 有几个是幸福的 凤九儿一时之间 一个都想不到 也似乎真的没有 现在 她还可以退缩吗 凤九儿来到店门前 将门打开 探出了脑袋 玉达达 准备玉汤 快些 好 玉京风汗手 转身如风般消失了 看着她离开的方向 凤九儿才想起 自己刚才 居然让她快一点 难怪玉达达 看自己的眼神 如此不一样 她肯定是想歪了 台眸看了外面天色一眼 凤九儿转身 慢悠悠往回 皇上 皇后 她这是真的要当皇后吗 好像不是很想 不想当皇后 又想嫁给她 她究竟在想什么呀 看着小丫头魂不守舍地回来 低乌鸦站起 举步迎了上去 怎么了 她长臂一身 将她裹进衣袍之下 凤九儿抬起脑袋 看着眼前的男子 九皇叔 我突然有点 不想当皇后 怎么办 为何 低乌鸦 轻醋了醋浓眉 问道 凤九儿 嘟怒着粉唇 摇摇头 不知道 轻轻将男子推开 她举步往里面的厢房而去 反正 我想不出有任何皇后 是幸福的 母仪天下又如何 荣华富贵又如何 最终 还不是要与其他女人 分享一个男人 如此艰巨的事情 臣妾做不到啊 凤九儿进去厢房 给低乌鸦收拾衣裳 九皇叔要沐浴 有他在 不可能不需要他伺候 而且 他现在 才不想其他人 伺候自己的男人 哪怕是男子也不行 低乌鸦 跟随着凤九儿 走进厢房 举步来到他身后 你不相信本王的承诺 不被信任之人 心情有点失落 凤九儿收拾了一套衣裳 回头对上低乌鸦的目光 最后 他浅叹了一口气 往屏风后走去 今天这么高兴 咱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反正他说他也不会懂 难道他要解释说 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历史 好像没有遇见一生 只娶一个人的皇上吗 凤九儿上学的时候 就数历史的成绩最差 也或者是有 他没记住罢了 很快 外面传进了敲门的声音 凤九儿转身 往外走了几步 进来 得到他的首肯 玉京风推门 带着家丁走了进去 带头的家丁 搬进了一个大大的浴桶 有的家丁进去里面 将里面稍微小点的浴桶 搬了出去 紧接着 家丁一桶一桶 玉汤提进来 场面不容小觑 拿着一栏玫瑰花瓣的 玉京风 出现在凤九儿面前 凤九儿看着他 再看看他挽着的 一栏玫瑰花瓣 忍不住地捂着唇 倾咳了声 玉京风给了凤九儿 一记微笑 抬眸看着他身后的地无牙 王爷 兄弟将你相防的玉桶 带了过来 你不是说 用得不习惯 凤九儿回眸之际 分明看见 地无牙那不知情的表情 不过 看他这神情 似乎还挺满意 玉京风的安排 地无牙 垂眸看了自己的丫头一眼 过去搂着他 往里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互联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